這個題目給老師看一下通過率有多少 25 然後有44%選選項4 給老師猜一猜 為什麼學生會選選項4 這一題評量重點到底是什麼 我的建議是 選選項4的學生你要問一問應該可以原諒他 我們來看一下評量重點 第一個他要考三角形跟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吧 這沒有問題 第二個 他要知道平行四邊形對邊等長 請問現在課本有沒有教平行四邊形對邊等長 有沒有教平行四邊形對角相等有沒有 97沒有教 平行四邊形對邊等長 對角 相等沒有教 好像有一個版本的偷渡 但是108 把平行四邊形對邊等長 對角一樣大 放在五年級的課竿 所以這個題目對97的學生來講 是超出範圍 學生不知道平行四邊形對邊等長 他還有一個問題是 題目沒有給你高 但是高 但是高並不影響答案 所以我猜學生說 無法判斷 可能就是因為你沒有給高 或者沒有辦法 求出平行四邊形的對邊 所以 所以 44%的學生 尤其是高分組 通通學什麼 無法 判斷 所以這個題目呢 如果學生不會 老師就要不要原諒他 除非你有教平行四邊形對邊 等長 高的話呢 高相等的話 再問老師 你沒有給高 這個題目是特例還是集合 應該是集合的題目 學生要知道不管高是多長 他們的關係 不變 所以如果說你不給高 你應該要讓學生知道什麼 高是5高是12高是20 答案都 背書關係都不變吧 才可以把高 拿掉 絕對不可以一開始就把高拿掉 一開始把高拿掉 學生是在背答案還是懂 是背答案 所以選項四的學生 你可能要原諒他